团马线的宋黄台站和土瓜环站启用 带动附近的楼价上升 受到通车合应带动 有地产代理说 近期多了人在新站附近看盘 成交价也即时上揚 其中宋黄台站附近 一个楼零17年的屋卷 一个大约500尺的单位 早前已大约940万卖出 在上个月底通车日公布之后 同坐低级层的单位 成交价反而贵了50万 车价要近2万元 因为这区本身已经是传唐的效网区 现在团马线 你想想人们上班上学有多方便 所以即时令到租金上调 租金等于回报率 因为现在公楼的利息又便宜 所以业主的心头会很强 桃瓜环一带 现在有不少楼零至少50年的唐楼 铁路贯通会不会加快重建和活化的速度呢 有学者就认为 短期内也不会有大转变 反而某程度会有负面对收购的行动 因为那个团马线通了车之后 叫价格会高了 甚至乎如果反应商出价不到 他会想不如我先拿着 如果你要反应商去收购行动 你一定要重建价值 一定比现有价值高很多才行的 他说九龙城一带有重建的潜力 关键是要整合不同的内阶和流域 以小区形式重新规划 无线电视的质量其实不得